德堡必无碍事究竟有何谋逆 2019年8月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这一所在历史上劣迹斑斑的实验室 突然被要求关闭了 作为美军曾经的生物战研究基地 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在上世纪中期 不仅接受了沾满数千人鲜血的生物战资料 还曾经研究并储存了五花八门的致命生物武器 甚至被爆出实验室进行了精神控制的洗脑术 这个邪恶的生物实验室形象 其实早就深入大众人心了 在1995年的美国灾难片《恐怖地带》 2009年的电子游戏《虐杀原型》里 都提到或影射了德特里克堡从事生物战研究的经历 1956年德特里克堡营地首次被联邦政府 指定为和平时期进行生物研究的永久性研发设施 并更名为德特里克堡 它的任务就是继续进行生物学研究 使得美国的生物战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美军在德特里克堡开展了一系列 骇人听闻的实验 如美军在一项生物战计划中 试图通过飞机或者直升机 释放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来攻击敌国 资料显示 德特里克堡当时每月能够生产 50万只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 而美军对此还不满足 计划将这一数字提高到 惊人的每月1.3亿只 除了把无孔不入的蚊子当作武器 德特里克堡还研究了许多 可用于摧毁作物或者是树木的病原体 甚至研制了多种生物毒素 并在纽约等本国人口稠密的大城市 进行模拟作造实验 时至今日 围绕着这座臭名昭著的暗黑实验室 仍然争议不断 对此 你有什么见解和看法呢 关注我 可以留言给我